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和行政令 让中国为打压港人负责并终止香港特殊待遇 中国说不得实施否则坚决回应 欧洲第二高等法院判决 拒绝欧盟要求苹果公司 补缴147.8亿美元爱尔兰税款 说未能证明苹果公司违反竞争原则 亚赛拜疆近日与亚美尼亚边境冲突 博富有几千人游行支持军方并闯入议会大楼 警方拘捕了几十名示威者 印尼洪灾和黎石楼导致至少16人死亡 在蘇拉维西岛上一个区域 超过600人要被疏散 在捷克一列载客火车和货混裂车 星期二在首都布拉格附近相撞 一个驾驶员死亡几十人受伤 当局正是调查事故原因 JK